北京證券交易所呢 其實在外媒上來看 但金融時報有說 他是覺得說前景有很艱難 就像亮哥剛才講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還有很多外媒也說 譬如說大陸這樣做是為什麼呢 吸引大陸公司來到大陸上市 那韓年社也說 會加速回歸大陸證券的市場 還有呢包括了吸引海外的公司 能夠來那個中國大陸上市 那其實呢在中國大陸這一塊大餅 我們發現說像很多的證券商等等 他們還是想要投資中國大陸 因為它還是一個資金 非常快速流動的一個地方 那英特爾的執行長 其實他有特別講到說 我們應該要跟大陸來建立 真正的貿易的政策 Politico也有特別講到說 這很像是一個美國企業 跟反華勢力在進行艱難的鬥爭 因為意思就是說 美國的官方還是在對抗中國大陸 但是企業其實是用人民幣在走路的嘛 他們想要賺錢 其實我覺得北京這個證券市場 它是針對一個問題 也就是像滴滴出航 他當時為什麼跑到美國去上市 因為他不賺錢 那麼他在哪裡上市 他在這個大陸上市 規定不符 連香港都不給他上市 對啊最後到哪裡 跑到美國去上市 因為美國給予上市的條件是最寬鬆的 所以美國有很多上市公司 到現在還在賠錢 他還給他上市 所以我覺得北京這個證券市場 可能就是針對這一點 那麼這個證券市場 可能它會讓你上市的門檻 會給你往下拉 那往下拉的話 那麼就解決像滴滴出航這種事件的 再一次重演 那麼在中國你當然 你這種所謂這種概念看起來是中小企業 創新企業來講的話 從這個角度來看 他當然是會把你的上市的這個門檻往下拉 所以我覺得他倒是彌補了中國 現在既有的不管是上海 上海還是這個深圳 兩個證券市場的不足之處 那麼中國除了上陣 除了這個既有的兩個市場 包括如果我們把香港也算進來的話 那我覺得今後的北京的證券市場 可能就是讓你的公司上市的這個門檻 會把它降的比較低 我想這是他一個設計的 另外就是說資金的這個流動的管控 這是大家都很頭痛的一個問題 那中國大陸 我是覺得長遠的來看的話 資金往中國大陸跑 還有中國人自己的錢 要不要留在中國的問題 我覺得長遠來看我是比較樂觀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富人來講的話 我以前第一次到美國 跑到這個芝加哥的北邊 那個美國最有錢的社區叫Widmet 我走了一圈以後 我得到一個結論 我說美國為什麼這麼強 這麼富 因為他整個政府 整個政策 就是在保護那個全世界最有錢的人 讓最有錢的人 全世界 把他不管是用道德 或者是用這種制度的 來修理他 或者甚至破壞他的時候 美國張開了雙手 讓全世界 包括當時中國的資本家 都跑到美國的懷抱 這些資本家 我不認為他一定有什麼過人的才能 可是他的現金是最多的 所以錢都往美國跑 可是中國大陸現在沒有 政府並沒有仇富啊 所以我剛剛覺得他講的就是很清楚 就是說 我並不是要讓富人變窮 而是讓窮人變富 那所以你看到 你看到今天 今天這些問題 譬如說針對這些 這些這個美團 他是要他 把他對待勞工的條件往上提 並不是要把他這個公司 做一種 獲利賬抽出來 不是 清算鬥爭 那麼今天 譬如說對電子遊戲 因為青年人 這個大陸是用什麼 精神鴉片 電子毒品這樣子來形容 這樣子的一種 社會心的一種遊戲 那麼是為了要 年輕人從這種 沉迷於電子遊戲裡面 把他 救贖出來 那麼 所以呢 針對的對象就會以微信為主 因為微信是這裡面 最大的一個獲利的公司 所以他基本上 並不是要把你的財富 把它 去縮減 或者針對你的財富 所以我覺得 目前整個方向 我覺得給在大陸的這些大的企業 或者說 資本家來看的話 並不是針對他來的 那麼我覺得這個情況的話 我覺得是 確實也他出發點就是如此 那另外一方面 中國大陸我覺得 從這個 所謂的供給策改革以後 也就是稀缺物資 在大陸不要再稀缺了 你今天你有錢 你在大陸也可以過得非常 舒適 非常豪華的生活 大陸並沒有給你一種 像過去 像在這個早期的時候 很多國家追殺這些資本家的時候 資本家變成一個 社會的一種 他就是原罪 那中國大陸現在並沒有在營造這種氣氛的時候 我覺得倒是說 同樣的資本家 可能他今天在中國大陸 他過的生活 他可能更是一個 更是和一個中國資本家 去享受他努力成果的一個環境 那現在問題就是什麼呢 現在事實上 你說今天我拿光拿美國跟中國大陸這個來比較的話 中國大陸底層的人民過的生活 我認為比美國的底層的要好 美國的底層 事實上 事實上你如果去看 這麼富裕一個社會 滿天摩切大樓 名車亂開 在洛杉磯 在芝加哥 在紐約 在任何一個美國大城市 你去看 他那些homeless 是有多可怕 所以美國這個制度今天會讓人家會覺得就是說 他根本就是 視而不見 而且沒有採取任何 措施去解決 他那個底層不斷往下墜落 墜落到地域以下的那種生活 那中國大陸不斷的現在這個說法就是什麼 把底層往上提 那能提到什麼 就是說現在歐洲國家大家都談的 從搖籃到墳墓 我給你一個最基本的貧窮線往上提 那這個對一個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講 我都是應該盡到基本的責任 所以今天中國大陸我覺得這麼大的 一個人口基底 這麼大一個國家 然後起步又這麼晚的情況下 短短40年 已經從脫貧現在講到共同富裕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一個成就了 那麼現在未來如果在10年或20年的時候 再把基層的問題再把三座大山住房 醫療跟這個就學三個問題 再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的話 我覺得剩下來在全世界看到 這是美國跟大陸兩種不同政經體制的一個對決 那麼以現在來看的話 美國現在的處境 跟今天中國大陸處境的話 我在這個點我就可以說 10年以後誰是贏家 我就說大陸是贏家 美國看不到希望 美國的整個社會沒有這種 沒有這種有遠見的人物 能夠產生的那個社會的基礎 跟他的意識形態的基礎 那現在美國這個狀況 你只能看繼續往下走 那麼很可能他現在這個政治體制 是面臨他建國200多年以來 最嚴重的分裂的時刻 你今天拜登 你只能過一個月算一個月 你下個月搞不好在國會裡面 又把你全部數落一段 然後到了明年年底 你可能就跛腳了 那很可能這個時候 共和黨的川普還不曉得有什麼動作 有啊他說要去2024 2024 所以在這個整個大的環境之下 我也覺得其實大陸這個時候 做這麼大的一種 一種整個大方向的調整 我是覺得真的是一個蠻有決心 而且是一種可能會改變好 整個整個世界 對於中國大陸這個國家 這個社會這個體制 這一種看法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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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點 我是覺得真的是一個 也可以說人類歷史上 一個很大的一種實驗 我們剛剛從這個所謂的共同富裕 講到了北京建权交易所 它都不是一個簡單的議題 但是呢中國大陸想要做這樣的改革 那會不會成功呢 大家會去看 但是他至少他願意想要這樣做 就是大家引發大家討論 而且中美之間的制度比較 也引發大家一個很大的好奇 到底在制度比較之下誰會勝出呢 我們就發現最近拜登連武失策 連武大難題 可能也是重創他非常棘手的問題 第一個當然是阿富汗撤軍 還有新冠疫情導致他經濟停滯 比如說八月工作機會 只有增加二十三點五萬個 原本預計是七十幾萬個 結果變成今年最低了 包括還有那個艾達颶風 也是就發現說原來美國的基建 美國制式這個基建怎麼那麼脆弱 二月的時候他自己也說 如果沒有類似基建的話 中國會吃掉美國的午餐 現在真的看起來很脆弱 民調更是暴跌 支持率暴跌到四十三Percent 降了六 那反對者還佔了百分之五十一 強烈支持者只有十九 強烈的反對者高達百分之四十一 另外還有一塊就講基建的這一塊 民主黨自己的參議員蔓清 還說針對這個三點五兆美元的預算案 還可能他要投反對票 那就少了這關鍵一票 等於是連五敗 這是最新的一個發展 因為我想拜登 你看他最近幾次出來說話 他心裡一定就在想說 拜託拜託拜託 我把這個時間混過去 混過去了 八月很晚 等到九月 怎麼又來了 我的預算如果可以過的話 我就開始一邊 我還是拆了人出去講 全球暖化 大家要氣扣合作 然後另外一邊國內 我的新基建 那個美國就業 美國家庭計畫 就可以順利開始往前走 那麼現在的這個 你剛剛講的那個支持率 就會是個暫時現象 因為很多的領導者 在碰到災難的時候 第一他就會希望能夠 馬上有個好消息 可以把它蓋過去 要不然就是有個更大的災難 把它蓋過去 讓他前面的這個很可怕的災難 變成被遺忘的災難 不過因為阿富汗的人 也不肯消失 然後在美國大聲在喊說 為什麼你不救 我們的阿富汗盟友的人 也不肯消失 所以這個阿富汗 可能會是一個持續性的災難 可是更重要的 就是你剛剛講這個 阿富汗的持續性 我給大家看一下 第二個 COVID也是一個持續性的災難 第三個現在全球的氣候變遷 也是一個全球性的災難 也是一個持續性的災難 為什麼我要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上幾個禮拜 有講阿富汗的災難 你會發現說 8月15它跌了一點 然後馬上跳起來 然後在科布爾機場事件 說它跌了一點 可是FED也好 所以馬上就跳起來 我現在拿比較長的時間點來看 另外一個大災難 你看COVID那時候 引發了石油的大跌價 那麼一下子在去年的3月20號 大概是最低點吧 好 現在把它拉長看 這是三年的線 從去年到現在 雖有一些小災難 但是不斷印鈔的FED 它給的還是一個長期的成長曲線 這張是那個 這張是道琼 這張是NASDAQ 剛才講的 這是道琼一樣 最低點啪就開始上來 就是資本推升 然後最大的S&P500 是500個最強的公司也是這樣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美國的總統為什麼他 前前後後最關注的 還是美國國內事務 因為美國國內事務 對於它的影響其實是最大的 那目前看起來 阿富汗的這個大災難 或許我很少講這種 比較沒有確切證據的事 或許他本來就是這麼設計的 大家要記得 當時他請Austin 來當他的國防部長的時候 就說他有伊拉克撤軍經驗 他在這一次出來 就是整個撤軍結束以後 第一次出來記者會裡面 他連點名了他所有的 情治安全的所有的主管 我們一起做的決定 好 美國最厲害的這些人 一起做的決定 發生了這麼大的錯誤 中間一定有一些錯失 錯的失誤 可是也有一些是他的計畫 我認為他現在看起來 有一個計畫是 他真的不能帶那麼多 阿富汗的SIV到美國去 他不願意帶這麼多 阿富汗的盟友到美國去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國內 第一 如果你帶了這麼多的 不知道是難民或不是難民的人 到了美國去 如果他們中間有些人是恐怖分子 隱藏在其中 你帶他到美國以後 他就是美國人 或者是美國所救援的人 發生了任何問題 你責無旁貸 難辭其咎 最好的狀況呢 是他們到了美國去 能夠安全的在那裡安家立命 你會產生一個新的阿富汗的群體 那這個群體呢 會不會在過去這段時間中間 有很多是自我極端化的人 那這個群體未來會不會有自我極端化 他也不是一個可以預測的 那中間的情況呢 是賜壞的 而不是賜好的 就是因為有這麼多人到了美國 給了他的政敵川普 一個再度攻擊他 使白人至上主義 繼續在社會鬧事的機會 所以怎麼樣算 接了大量的阿富汗的前盟友到美國去 對於國內施政都是不可知 不可預測的危險 那也因此很多我們過去看起來覺得說 怎麼可能連郭正亮跟我 都可以想到的撤軍策略 他們這麼多人怎麼可以想不到 而且Austin是伊拉克撤軍的主要的執行者 他已經有了撤軍一次的經驗 可是倩姐現在有12萬人在卡達那邊呢 那12萬人跟他原來預期的差很多嘛 他本來要預期要帶的人是非常龐大的 所以現在到最後呢 只好就是還是要表演一下的 讓SIV在那個克爾布爾的機場 還在那裡幫你去緊急的辦 他有18個月可以快快辦的 他沒有要快快辦 他有18個月可以迅速撤離的 他也沒有要迅速撤離 所以我怎麼樣回頭來想 我覺得我們不能夠把對手想成是個白癡跟笨蛋 我們必須要想說 對手沒有說出來的真實理由 到底是什麼 那我現在看起來呢 就是從你這裡看 他現在碰到的最大的一個難題 還是川普 川普真正是在run一個deep state 他在美國的政府底下 眼皮底下在run他另外一個政府 過去川普他所主張的很多東西 最近他都用州政府的方式去重新把它恢復起來 而且已經說了2024年他要重新來競選 所以在川普會攻擊的這個阿富汗事件上面 尤其是如果有新的大量的恐怖主義被介入 或是引入美國這件事情上面 拜登一定會去採取保守再保守 但是這是打落牙齒獲血吞的事情 因為他怎麼樣去告訴別人說 我過去承諾要去把你們都救走 我們是一個人道的自由的民主的 對盟友是固若什麼磐石的 對 堅若磐石 堅若磐石的美國 我現在真的不要答應 就是不要實現我的承諾呢 所以他只好在這裡 遮遮掩掩掩的用各種的方式 做出一些大家看起來覺得叫做debacle 是個大災難的撤退 使得這些事情最後沒有到了美國國內 對於homeland就是國內本土更大的災難 更多內容記得補課喔